大家早晨 大家好 今天是三一主日 三一主日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五章1到15节 请听 所以我们既因信清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如神和好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以准入现在所暂立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落空 因为神的爱 以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要灌在我们心里 这是神的道 感谢上帝 今天是三一主日 《心一主日》在今天的经文 保留很清楚和我们说几句说话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们就看这个经文 开始就说 《恩信清义》 我们都听到很多次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恩信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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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神说我灭开你了 没有罪了 又可以使我们领受神的平安 又得到盼望 同时我们要借着圣灵 又要领受神的爱 所以我们必须要领受到法庭内的工作 在法庭内有法官 有律师 辩护的律师 还有张方的律师 主控的律师 辩护的律师也有 这次又有证人 有被控的人 在法官里面 但今天我们不是看他们怎样辩论 而是看结果是怎样的 是说《恩信清义》是什么意思 《恩信清义》的意思 即是用今天的语言 今天的话来说 法官就宣告 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听到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就是拍手 一生轻 无罪释放 为何无罪释放 因为在律师辩论的时候 查到很多时候 原来有这件事情可以解决的 解决者 就是耶稣 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些事情 被污漆洗掉 被阻挡的东西都拧开了 所以神可以射脸 在神当中就是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的意思是自由 自由是无弱束的 没有东西来绑住你 不用入牢也不用去哪里困自 在神的眼中是无罪的意思是自由 自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 我一自由了 我平常做一个公民 我去哪里都可以做什么 都一样是平常的公民 如果我有罪我又去坐牢 我去困无罪我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在神的眼中是无罪 无罪即是说你是自由 自由是无欲缩 这次你又可以完全得到国家所给你的 这个就是天国 神的国 神所的恩典你可以得着的 这个又下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上帝荣耀的永恒的盼望 就会在此 即是我们会去到神那里 得着神那种永恒的盼望 同时我们又要得到神的平安 又不但有神的平安 又遇神和好 遇神和好 这个在法庭里所决定的 那个法官就是父上帝 父上帝 他就听到他们的辩护 两边的律师辩认了之后 后来那些审判全部都决定了 神就宣布无罪释放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完的工作 预定了 决定了 决定了 全部都解释了 那些问题一解释的时候 所以在法庭里里面 这个就是没有续释放 没有弱速 可以得到恩典 得到平安 得到盼望 但是保罗很奇怪 在第五章里面第一节和第二节 是这样说的 他说恩信既清义 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 可以得以如仪神和好 又可以恩信 又进入了恩典中 所以欢欢喜喜又盼望 有神的荣耀 但是第三节去说 第三 第四 第五节 他说到另外一件事 我们很多人都画头 为什么呢 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第三节 不但而此 就是在横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横难生老 隐来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乐空 究竟保罗是带出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去思考了 因为三位一体的神 就有天父了 在这个法庭里面 天父上帝 就是个法官 这个 耶稣 阳帝的义子 耶稣就是在法庭里面 他把一切的事情都解决了 他好像做辩护律师 反正解决了这些问题 三位一体 还有一位就是上帝圣灵 这个上帝圣灵 做什么呢 他不是在法庭里面 而他们在法庭外面 法庭外面 在法庭外面 主要的说话就是神的爱 主要的说话就是神的爱 所以在第五节 他就说了 就是神的爱 腰灌造我们当中透过圣灵 腰灌造我们 就是神的爱已经在法庭里面 判去无罪 法庭没有欲缩 法庭可以到处去的了 你有自由的了 你可以得到盼望 得到喜平安 得到希望的了 但是你出了法庭的时候 法庭外面 神就继续 因为你出去的时候 让你有机会继续完成 你应该要完成的 就是做正式的公民 天国的公民 有神的爱来到 有神的爱来到 有神的爱 就有圣灵在那树 圣灵那树来到云行 帮助我们 他说 我们要欢欢喜喜的 在怀难 我们应该得圣灵 这个怀难的字眼 就是说 是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 分裂我们自己 是用这个字叫训练 这个字当时是用discipline 就是说 我们要用来节制 就是要帮助我们 就是我要做一个运动家 我要一个出名的运动家 我要跑到最威的 最能力的运动家 我就要开始来节制 来训练我们自己 这个怀难 开始的训练好像很艰难 好似很辛苦 就是越做越训练 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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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慢慢会有忍耐 忍耐即是说 我们有开那种的气泊 有个忍耐有气泊 我做运动多 我就有气泊 我越气泊 我就越走得快 又越走得来 又越忍耐 越忍耐 那气泊 越再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生怒练 怒练 就是说我们慢慢变成 那个阶级的程度 现在我不是只是训练者 我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运动家 但是我是有一个阶级的运动家 可以去到那个阶级 去到那个阶级 来到比赛 再来到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有盼望 可以赢得到金牌 这个合一路的工作 是在法旗外面 法旗外面 就是神的爱 绕灌我们 帮助我们 叫我们 鼓励我们 继续去训练 继续去训续续 继续去训续续续 分裂开 你就有一个喜魄 有一个忍来喜魄 而好 而好的时候 你就上到一个阶级 这个阶级 你就做起一个运动家阶级 在阶级的时候 你就出去代表 你都有一个参赛 参赛的时候 你就参赛的时候 你就提到会有盼望 得到那个冠冕 得到那个金牌 所以保罗叫我们 要我们直跑 喷跑 不要往后面 直跑喷跑 在到前面 那个冠冕准备给我们 所以保罗说 要我们要跑 要跑完的道 要打完的仗 要守完的信心 继续去训续 那我们一定要继续下去 所以保罗叫我们 圣人 要在我们的心意根深 而变化 心意继续要变化 那我们继续要拿到 旧我变成新我 保罗说 要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今天我们不习惯 要慢慢习惯 所以叫我们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下面 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过程 我们一直要进行 这个是在法庭外的 要进行的 如果我们这样进行 我们一定会答到的 这个三位一看的 他的祝福是怎样的呢 他们三个 上帝的三位 是一起工作的 第一 我们人犯罪之后 上帝的爱是恩典的爱 他恩典的爱 他看到我们犯了罪 但他没有来撇开我们 他还猜派太阳 从月光与水自愿界 太阳一切 也要照顾我们 我们饮食 照顾我们 没有平的 无论是好人坏人 他都一样照顾 这个恩典的爱 足够 这个父神出了这个恩典的爱 他一太拜耶稣 耶稣就从天上落到这个世上 地上就是有这个牺牲的爱 他牺牲在自己 去围开 要死在十字架 要帮我们拿开那些阻难 拿开 拆开那些污积去 来洗净我们 所以他要流出他的补血 要撕出去自己的身体 来牺牲的爱 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可以领受神的蛇脸 所以我们就变成 因崇耶稣就称义 后来圣灵是做什么呢 因为圣灵就继续造就我们 造就我们 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 所以刚才说 开始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节制 这就开始给我们有忍耐 忍耐了给我们有露怜 露怜给我们有盼望 这个就是变幻的爱 变幻的爱 变幻的爱就是说 它开始来帮助我们 慢慢改造变幻我们 使到这个变幻的爱 保持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着 我们放弃不做了 我们冷淡了 圣灵无停的 就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回来 所以于是三位一体 那个神的祝福 这位三位一体 他就圣灵 他们一样发出的那个爱心 就是这个恩典的爱 圣子他发出呢 就是一个牺牲的爱 圣灵发出的呢 就是变幻的爱 他们这个爱 全部我们享用了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最后就是变成 以利益效法基督 以利益做变成神 真正神的子民 真正神的儿女 我们真正可以进入这个天国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来带回天国来到世上 给我们有很多机会 进入这个天国 我们属于天国 就是天国的一个分子 这个就是三位一体 三位的神合在一起 做同样的工作 就是要建立我们 我们回到天国 属于做神的儿女 就坐在耶稣的旁边 我们感谢主 因为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祝福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 是享受了天父的恩典的爱 领受了耶稣的牺牲的爱 但是我们在圣灵的变换的爱 我们有事做下又不做 做下又不做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起立 第一集做完了 第二集做完了 是剩下第三集 我们一定要起来 同心 和圣灵一起配搭做 我们就知道这个福分已经在前面 等候我们去享用 大家一起祝福 多谢上帝 带领我们今天有机会 再在三一主人里面 纪念三一的主神 就在下作一起 目的就是要我们进入天国 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成为做神的儿女 又做天国的子民 我们做天上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做耶稣的同位 同地位的一个兄弟 多谢上帝 求望主保守照顾我们 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命求 Amen